我们看到今天的静周刊也是出了这一系列的报道 其中有一篇就是特别提到了解密柯文哲USB 金流对象金剑了高宏安还有赖湘林 那这个是简连调查柯文哲USB随身碟记载 审庆金2022年也行贿超过1500万 当时正参选新竹市长的高宏安 还有桃园市长候选人赖湘林 出现在这个随身碟的出账名单上 所以这个是也要勾到跟汇款有关吗 不过说到这个随身碟 包括这个沈正南医师他就有意见 他说搞什么文不对题 难道1500小审变成1500小虎吗 因为他说这个市议会的金华承案的调查报告 是满指荒唐烟 北检追金流1500小审变成1500小虎 不是说1500小审是重要线索吗 昨天坦诚行贿的是小审吗 是小虎啊 难道150小审变成了150小虎 就是文不对题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柯文哲的信任度和民众党的好感度 维持在25%左右 远远超过了民众党的支持度 很简单 你就是没有办法把金流那条线 画画画连连连 一直牵托到柯文哲身上 大家都在等 北检如何把金流跟柯文哲连接起来 好那么因为最早的时候在9月6号 靖州刊就提及了小审1500嘛 那么当时是说审刑金1500万 好民众党呼吁北检要说明清楚 可是在这边我只觉得我的天哪 已经多久了 这个案子小审1500爆出来 应该也有一个月了吧 但还没有查出来吗 波基 这个有几个奇怪的地方啊 什么叫奇怪哦 第一个像柯文哲为什么前面几次都配合 为什么今天不配合好这里面有几个变数 就是这个礼拜哦 我先念一下柯文哲 他上个月被收押不抗告的时候 他律师发了一个声明 里面第二点他提到 他说请检察官在这两个月的积压期间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本人议会尽力配合调查 注意哦 这是这不是在声明上面讲而已哦 他是在法院法庭里面积压庭 他就这样讲 他说你压我没关系 但是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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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在开这个积压庭之前 就已经跟律师讲清楚 配合到底 他会配合好 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状况 哎有这个我说必须说这个跟 至少跟之前柯文哲的态度 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个那这跟前一次的提讯 差在哪边 李文中被收押 好 昨天我相信昨天这个柯文哲律师 因为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去律见 理论上过了一个周末 理论上礼拜一是很有可能律师会去见的 会大概告诉他现在外面的状况 那他也许他知道了 现在李文中被收押的状况 那他也许就要重新思考一下 这个所谓的辩论 辩护的策略 因为现在看起来也许有一些这个所谓 对他比较不利的资讯 我同意刚刚宏伟一姐讲 那个政治现金不代表收费 对 政治现金我先讲 人头捐政治现金 罚这些人头 两倍的罚 就是比如他捐30万 最高可以罚60万 没了 他们不见得有行贿罪 他们这个按照行政 我们的政治现金法 人头罚就罚一倍 可是呢 如果今天要把它卷到这个所谓的 贿赂的这个行为里面 因为那些人头他只会说 是公司给我钱叫我去处理的 那如果今天威京这个小省 这个省庆金 坚称这个不是贿款 这个是我欣赏柯文哲 所以我要给他抖内 那你剪掉你拿他怎么办 关键在于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比如说朱雅虎 或者因为朱雅虎说他承认行贿 可是行贿的是哪一段 现在也不知道 我必须讲这个东西等到起诉出来 我们才能够厘清 因为现在又有讲说 那些所谓的人头 是392到560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840 因为是2020年 2020年3月 所以他是392到560 可是那时候560还没核定 对 560还没核定 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难道开一场便当会就可以给钱吗 是易小薇给的还是怎么样的 那所以我说你要把那人头30万 认定为汇款的关键要件 其中一个叫做柯文哲要求 比如说柯文哲说啊这个李文中会跟你接头 然后呢这个你们不要捐给我捐给他 要有这个口谕啊 或者说要证人证明是柯文哲指示的 然后第二个要进到民众党之后 民众党要把他洗出来给柯文哲 这两者都有才有所谓的对价 否则一般 我们现在 我们要不要去问一下 这个云豹 有没有捐给民进党 有没有捐给民进党政治人物 那这个也叫汇款 云豹拿了很多政府标案 那这个叫汇款 所以不能直接连接 但是 确实是比较特别 因为为什么要用人头 因为他要规避 比如说一个企业 为什么不能用企业的名义捐 你微经集团就不能捐给民众党吗 为什么 我想这些确实是有一些疑点 他为什么要刻意避免用微经集团的名义 用企业捐给民众党 我记得一年好像三百万 对啊那为什么你要用人头 你不用微经集团 还是说微经集团名额 quota已经满了 你还要这样 这个就可以去查 可是呢 检调现在确实碰到一个状况 比如说那个 讲到赖湘霖跟高宏安的状况 有人说为什么没有黄珊珊 黄珊珊那一年有五党籍啊 对对对对那时候还不是民众党 而且黄珊珊募款能力可能比民众党还好 强啊 那这个如果今天柯文哲的里面有 要给高宏安要给这个赖湘霖 这证明了他知道他党内要调度的这个 所谓的款项啊 像赖湘霖刚才也讲了 党中要给他110万的竞选经费 政党给候选人经费天经地义 只有柯文哲这次选总统 民众党一毛钱都没有给他 很奇怪 我必须讲这是很奇怪的 你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可是最后监察院这个 那个政治现金没有捐给柯文哲 那个民众党没有给柯文哲 这反而是奇怪的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有 他那个张罕安里面有 我要给高宏安多少钱 我要给这个赖湘霖多少钱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 只要说明清楚就好 那我比较疑惑的是 陈婉会委员也有显宜来县长 那怎么没有他 哪有 对啊如果我要帮陈婉会委员 报一下去啊 情况怎么没有他 还是说因为他没有那么知名 所以我没有 那个检察官没有认出是他 然后所以没有放给媒体 但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剪掉 去刻意放一些片段的资讯嘛 他现在就想说 把火越烧越大 把高宏安卷进来 把赖湘霖卷进来 还有一趴是讲徐甫什么 木可什么 那个民众支撑斗内 那这个跟这个案子就两回事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嘛 好那所以呢 我说这个案子 当然现在柯文哲的态度 因为我必须讲 就李文中被收押 他对柯文哲来确实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 状态的改变 在这个案情的部分 那会不会他今天的拒绝就是跟这个有关 不知道 但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那甚至包括比如说你看像 呃现在 哦柯文哲的这个这个 呃接下来要怎么去应对 还有就剪掉要不要传 陈佩琪 一直都在讲说啊他用现金什么ATM去传传传什么的 什么都还不传他 对啊 对啊那当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点啊 我不知道 呃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研判的一个实际点 为什么都在三月底 为什么那些人头要捐在三月底 你知道民众党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很纳闷 民众党每年公职的募款额度的期限是三月底以前要捐 哦 比如说他们的市长 直辖市长有150万的募款责任额 啊刚好他们柯文哲那个时候又是直辖市长 又是党主席 党主席也是150万 也就是说他应该有150万因为两个一样嘛 所以他应该有150万的募款责任额 那会不会其实这些是所谓他要满足他的募款责任额 这是有可能的 甚至他还要帮他的指定的中央委员处理 因为指定中央委员是他是指定的 哦 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是很接近的 他们民众党的结算日 那个募款责任额的结算是每年的三月底 就这么巧就这么巧 所以刚好在三月二十四到二十六嘛 所以如果今天看起来是有可能的哦 就是为了要cover他的募款责任额 可是这一块 检掉就可以说因为是你的募款责任额 那这个对你来讲就有对价了 就有可能哦 我必须讲这个反而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这个当然那检掉去好好的查啦 我只能说现在金流的部分 看起来在李文中跟猪亚虎这个部分 有我必须说有进展 但是还没有到一刀毙命 那柯文哲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这个我们就反正快一个月了啦 再等一个月差不多 两个月应该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如果没有就是延压嘛 只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检掉它办哦 已经不是单纯的精华成案了 精华成案它已经还 现在已经牵连到前段了哦 可能是连2017年开始都要办了哦 所以蔡壁如可能很快也要卷进去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叫做560%就有就有 那是前阶段的汇款哦 就是给钱是给前阶段的哦 所以我必须讲 现在可能这个整个案情会再扩大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哦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婦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 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